快看,我买的宠物盲盒到了 宠物?盲盒? 对呀,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 可能是布尔猫呢 啊!好多雪! 怎么会这样?你没事吧? 这是我爸爸的雪 什么?你爸爸呢? 我爸爸妈妈全都死了 我们在一辆快递车上 开始他们还隔着箱子跟我说 到新家要听话 可是后来不论我怎么叫他们 都没有回应了 爸爸因为不是布尔猫 已经被退货一次了 他被打得浑身就行 上车之前就不行了 妈妈把他的食物都给了我 所以我才能活下来 太过分了,我正就去找那个店家 你凭什么找人家? 你跟那个店主一样,都是凶手 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 我哪知道会这样 我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被像你这种无知的人害死的 我又没想过要害他们 好心给你找个小伙伴错了吗? 我那么多同类都还在流浪 你为什么不去收养? 我 在你们人类的眼里,我们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都不买这该死的宠物盲盒 他们就不会死 对不起,原来这种盲盒真的会害死小动物 我发生以后再也不买了 哼,但愿你能吸取教训 小家伙,别害怕 看你长得圆滚滚的,不叫小园子吧 以后我就是你的哥哥了 我会保护你的 谢谢哥哥 拒绝宠物盲盒 给我们的同类流浪活路吧 妈妈已经出差好几天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圆子,妈妈出差了 给你们留好了冒罐头,记得吃哦 罐头都要吃完了 哥哥,你还有罐头吗? 嗯,我的罐头都要吃完了,没有了 那我的给你吧 可别饿肚子 我已经长大了 妈妈不在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妈妈走了之后 七宝要好好照顾妹妹哦 好的 真乖 妹妹一直对我都很好 我也答应了妈妈要照顾她 结果 我和你一样 一样的 圆子,对不起 这是我所有的罐头还有零食 我以后一定做个好哥哥 哥哥,没关系啦 我们一起吃吧 妈妈也快回来了 哈哈哈,好 你要是能烤零分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真的吗? 圆子又烤了一百分 真棒 谢谢妈妈 七宝这次烤了多少分呢? 五 五十九 又没及格啊 妈妈,我不是读书的料 你放弃我吧 这样,妈妈给你打个赌 我们做三次测验 你要是能烤零分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真的吗? 你说话要算数 当然了 不过不可以空着不写 考个零分还不轻轻松松的 这题我知道 正确答案是A 我就选B 这题我不会 蒙个C 这个也不会 算了乱写吧 考了多少分呢? 妈妈 哥哥得了46分 连零分都考不到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学渣 我下次一定可以 我就不信了 零分有什么难的 完了完了 这道题也不会 28分 考的不错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妈妈给我几天时间 我要复习一下 啊 好困啊 圆子 这道题等于几? 哥哥 3乘以2等于6 最后一次开始啦 这道题是B 我选C 17-7等于10 我写9 14加4等于18 我写17 时间到了 起宝要交卷了 妈妈等一下 我再检查一遍 好了 这次没问题了 妈妈 哥哥都答错了 是零分 妈妈看到了吗 我考了零分 傻孩子 妈妈看到的是满分 什么? 因为只有知道正确答案后 才能全部做错 所以啊 以后不要再说自己不行了 只要肯努力 一定会有进步的 哇哦 哥哥好棒啊 谢谢你们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快说说你的愿望吧 马上就要报考了 我希望能给参加考试的哥哥姐姐们 送上一份祝福 准备好了吗 开始拍了哦 祝他家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如愿以偿 前程四姐 其开得胜 金榜一鸣 2021高考加油 哈 你不然别怪我不义 第20小园子 妈妈买了肉肉回来 你们两个谁表现好就给谁吃 肉肉 肉肉 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吃 纷争开始了 妈妈你抱抱人家 哎呀小园子好可爱呀 糟糕被园子抢先了 妈妈你辛苦一天了 我给你按摩吧 哎呀好舒服呀 提板今天真乖 yes 不行这样下去要说回哥哥了 妈妈我给你倒了热水 正好我渴了谢谢园子 被园子搬我一局怎么办 有了 哎呀 妈妈对不起 算了算了我还是去内务休息吧 七宝过来陪我 好 yes 哥哥你不忍别怪我不义 妈妈快看我在床下面发现的 七宝 妈妈妈 今晚的肉只给园子吃 七宝你去卧室罚站 园子来吃肉了 谢谢妈妈 臭园子 哥哥 你来干嘛 我来分你一把肉啊 你小声一点别被发现了 一 原本我就是打算拿到肉跟你分的 但是没想到哥哥居然陷害我 园子对不起 我没资格吃这个肉 我原谅你啦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该把你的试卷给妈妈 你没错啦 是我不该偷藏试卷 那我们一起吃吧 好的 完了园子 妈妈不要我了 怎么了 今天我把妈妈最喜欢的碗打碎了 她肯定不要我了 要拿我和另一只猫 啊不能吧 我都偷听到她打电话了 猫到了是吗 我这就下去接 妈妈已经去接那只猫了 这可怎么办呀 园子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别哭了我们想想办法 我跟她拼了 你再闭嘴吧 嗯一会儿你就这样 照我说的做 妈妈回来了 快准备 妈妈 妈妈你装得真漂亮 就像街上的仙人一样 嘻宝今天嘴这么甜呢 还打扫了卫生 真懂事 妈妈以后家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好好好 奖励你们好吃的 妈妈不是去接那只新猫了吗 哪里有新猫啊 那是猫粮 猫粮到了是吗 我这就下去接 笨蛋 多吃点营养膏 补充一下智商吧 哈哈 草帅了 别的小朋友都有礼物 今晚没有 我讨厌你 园子园子 今天是六一二通节 你猜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什么礼物 一定是好吃的小鱼罐桃 不对 肯定是好玩的小玩具 哈哈 太期待了 好的 我马上改 十分钟内给您发过去 妈妈妈妈 新出的不导翁玩具 七宝别吵 去那屋玩 可是今天是 烦不烦啊 说了别吵听不当吗 终于完成了 六一二通节 太快了 糟了 今天是六一二通节 七宝肯定生气了 小七宝 哼 对不起 妈妈这几天太忙了 都是借口 你真是不爱我了 好了七宝 别生气了 你快帮我下去了 六一二通节 别的小朋友都有礼物 就我没有 你刚才还凶我 别哭了 妈妈这就去给你们买礼物 哥哥 你不应该那样对妈妈 你忘记她之前失业的时候 宁可自己肯馒头 也要给我们买营养最高的猫粮了吗 她现在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我们呀 我们应该体谅妈妈 你们两个长身体要多吃点好的 我回来了 看看 这是七宝最想要的不倒翁玩具 里面还能放零食呢 这个是园子爱吃的小鱼罐头 开心吗 妈妈对不起 我不想要礼物了 你就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七宝 你懂事了 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一家人幸福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 园子园子 这里七宝准的就绪 收到请回答 over 这里园子收到over 那边窗帘拉上了吗 over 已经拉上了 妈妈还没回来 三秒钟后行动 over 猎杀时刻 3 2 1 说 目标说定 我找到好吃的了 哇 就是它 快接住 目标安全降落 多到点 太好吃了 吃呀 吃完就能变漂亮了 明天继续打打的偷吃计划 怎么不开灯啊 妈妈回来了 快跑 妈妈你不要死啊 不要丢下我们 每只猫的身上都有猫猫 这么晚了 妈妈怎么还没起来 对呀 我都饿了 过去瞅瞅 妈妈醒醒 别睡了 糟了 妈妈该不会睡 不好了 园子 妈妈不行了 你别吓我 妈妈你不要死啊 不要丢下我们 妈妈 哎呀 十二点多了 你俩饿坏了吧 妈妈你这也太吓人了 我还以为你 这几天加班太累了 睡过头了 快来吃饭吧 五十八 五十九 我的零花钱全都在这了 加上你的应该够了 OK 俺小猫去去就回 我回来了 起码你怎么又溜出去玩 还买了一罐泼糖果 跟你说了多少次 猫咪不可以吃糖 你也太不听话了 妈妈不要啊 哥哥回来了 怎么回事呀 还不是气泡贪吃 偷偷跑出去买糖果 妈妈不是这样的 这是汤尘被溅的胶原蛋白软糖 美丽含有150毫克的鱼胶原蛋白钛 含有抗氧化复合成分雷锡 红石榴多酚 花青素 零添加折糖脂肪 哥哥觉得妈妈太辛苦了 所以才想买来送给你 妈妈 下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遇见你 所以我们想把最好的都给你 希望你健康 不要死 七宝 对不起 是不是你偷了妈妈的钱包 什么 我也要成为厉害的名侦探 妈妈妈妈 我就是名侦探江湖川七宝 七宝你可太逗了 哥哥要是名侦探柯南 那我就是怪盗鸡德 好好好 原则是最可爱的怪盗 哼 你们等着瞧 哼哼 妈妈看看你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呀 嗯 没少什么呀 你再好好找找 嗯 咳咳 是你的袜子 啊 我的袜子 怎么样啊 只是凑巧罢了 可恶 下次一定让你堂木结蛇 哼 雕虫小技 哎 我钱包呢 哼哼 这时候就到我江湖川七宝登场了吧 你知道在哪 哼 你承认我是大侦探 我就告诉你 哎呀 行了 你快点 妈妈着急出门呢 就在沙发下面 好啊 哼哼 袜子在沙发下面还正常 钱包怎么会在沙发下面 是不是你偷偷藏起来的 什么 快说 是不是你偷的钱包 我没有 我是靠我的推理 老实交代 妈妈真不是我 不是的 妈妈错怪哥哥了 真的是妈妈昨天 自己把钱包拿到卧室的 对啊 昨天我查这儿来着 七八二 对不起 哥哥别哭了 你是最棒的名侦探 我把今晚的罐头给你吃 妈妈向你赔礼道歉 我不该不信任你 嘿嘿 那我是不是最棒的名侦探 你是最棒的小小名侦探 今晚给你们做鸡腿吃 奖励我们的小小名侦探 我要绝食 咦 怎么今天又没吃 七八你怎么又不吃东西 我要绝食 好好的你绝什么食 哼哼 我要绝食 我就要绝食 七八告诉妈妈 你为什么要绝食呀 哼哼 小宝贝心里难过 难过什么 原料要走了 我怎么能吃得下呀 吃东西就代表我不难过 我跟其他小猫咪商量好了 要挨到七天 七天不吃粮食 说不吃就不吃 不行啊 饿得输不了了 我得转移一下注意力 哎呀 这也不是办法呀 一看输我就困 哎 嘿嘿 困了正好 睡着了就不饿了 哎呀 饿得我睡不着 受不了了 七宝饿吗 我不饿 既然不饿 那我把罐头拿走了 你先别拿 那你还要坚持吗 我要坚持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说话 一定要挨过七天 你这样 原爷爷会生气的 我 我就舔了一下盒子 我又没偷吃 那 我还是再难过呀 傻貌 原爷爷一生 与水稻结缘 心心念念的梦想 是河下成梁 他是不想老百姓挨饿呀 你现在为了悼念他 饿肚子 那是他不想看到的 当然会生气呀 那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吃饱了吗 当然可以呀 人人吃饱喝足 才是他最想看到的 真想 哎哟 哎哟 我又不行了 哥哥你又饿坏了吗 我去给你拿好吃的 我是吃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